罢免景美村长金志雄秀林乡代表连一龙 提案人高玉珍14号带着罢免提案书 前往花莲县全委会送件 第一阶段提案书预计要25天的审查作业 1%的联署审查资料没有问题 就会进入第二阶段联署10%的作业 之前秀林乡代表连一龙 景美村长金志雄协同公所同仁 记录三站不拉旦协会协调论施引发争议 三站不拉旦协会理事长高玉珍协同母亲高美月 14号前往花莲县选举委员会提议罢免 最后由县选举委员会正式受理 对此金志雄林乡对于日前的回应尊重村民的选择 继花莲县选举委员会正式受理之后 花莲县选举委员会表示 提议人至李贤人高玉珍提出 景美村长相亲联署32份 提议人李贤人高美月提出 休林村相亲联署96份 县选举委员会收件之后 在25天之内完成审查 有无符合规定 其后将通知李贤人领取联署名册 需要20天之内联署如审查通过 20天到60天内投票 花莲县选举委员会列举 景美村之列 景美村选举人口数1646人 提议联署需满16人 法美联署人需165人 休林村选举人口数为6063人 提议联署人需满61人 法美联署需满607人 值得一提的是 罢韩通过之后 台湾政坛新奇罢名封 这次提案罢名村长相待遗案 成为休林相的首例 尽管提议联署宋达选举委员会 但仍有第二阶段的门槛 不管后续发展如何 对当事者已经带来压力 也成为休林相亲 各界关注的焦点 记得终于滑上遗了